接著我們要做的是整理 我在這裡的講義上面每一小段結束完就有這樣的一個整理 這個整理就是你要背的事情 把你要背的事情 講給你聽 好來 我也不要抽人了你就開始在底下直接回答我 我說過第一件事要知道誰當正極誰當 負極 來 新版 正極 很好 錯 形式負極 銅板是正極 第二個我說要記得正極半反應跟 負極半反應 正極是銅板 半反應 正極就是正電出去 就是負電進來 得到電子 負極就是負電出去 失去電子 OK嗎 正極半反應記得嗎 那裡什麼事情 那裡發生什麼事 不是記得嗎 不是記得嗎 記得又講不出來 我沒有講是講前算 銅離子得到電子變成銅 正極就是正電出去 正電出去就是負電進來 就是得到電子 那負極半反應 CU變CU25加21 亂講 你就不要亂講 你不會就不要亂講 ZN變成Z22增加21負 那有的時候需要全反應 就把兩個加起來 加起來是怎麼樣子 加起來是怎樣 就兩個加起來嘛 然後左邊有21負 右邊有21負又消掉 第一件是誰當正誰當負 第二件是正極半反應 負極半反應 第三件事情 質量增加還減少 顏色變散還變淺 濃度變大還變小 我說 你理論上看到半反應 就會曉得了 來 心板質量會怎樣 心變心理子 所以心板質量會怎樣 心會變成心理子 所以心板質量會怎樣 增加 不變 我變成心理子會增加呢 增加 那銅理子變成銅呢 增加 心板質量會增少 肚板質量會增加 然後濃度會變大會變小 心會變成心理子 所以心理濃度會怎樣 心要變成心理子 所以心的濃度會增加 銅理子要變成銅 所以銅的濃度會怎樣 減少 所以心理濃度會 然後顏色會如何 不變 不變 為什麼不變 他無色嘛 濃濃的無色是無色 在那無色還是 無色 減少對不對 因為頭變同鼻子 很好會變淺 有三頭是 藍色的 藍色來自銅理子 所以銅理子變少 所以顏色會變淺 好來 第四個叫做 其他注意事項對不對 星銅電池的 其他什麼 延強 延強 用什麼東西做 然後有什麼功用 什麼之類的 來 延強有什麼東西做 延 我們教一下你要瀟山講 我們講一下做 強電解質 對不對 為什麼成電池 容易解離 導電度比較 好 比如說這些 然後我們 課本做的時間 是用瀟山講 然後來說 延強功用 我們前面講過啊 我說我 原先講 都是錯的嘛 沒有延強 根本就不會 有電啊 因為 不灌度對不對 所以延強你功用在幹嘛 延強功用 考試會考啊 完了 要把它連在一起嘛 形成通路嘛 所以就用功通 電路 然後呢 還要保持 電中性 那靠什麼保持電中性呢 靠離子的移動嘛 然後我們講過解釋方法 可以用同性戀相似 易性戀相吸 也可以用它那個正電荷或負電荷流動方向來解釋 好了 重點叫做 延強裡面的正離極向哪一極 負離極向哪一極 都 國用都很簡單 都一樣的 正離極向哪一極 正離極向正極 負極向負極 所以才會保持電中性 那這就是你要背的事情 所以以上的整理就是你要背的事情 你要背的事情 我剛剛在講過 這裡的每一小段我都有個整理 就是把所有你要背的事情再寫給你一遍 就把它該背給我背好就對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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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